学姐 你觉得我好看吗 我来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理师辛苦了 喝点水 润润嗓子吧 幸好你愿意来救场 不然我又要爱领导妈了 讲座也讲完了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你还是像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 做什么都很认真 我本来是想带你逛逛校园的 今天是学校的开放日 是啊 就是让大家来校园参观 体验各种课程和活动的日子 很好玩的 保证你去了不后悔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是吗 真的有这么好玩 工作的事提前处理完了 想起你说今天要来这里做讲座 我就直接过来了 怎么样 见到我是不是很惊喜 诶 这位是 啊 是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想到你竟然犹豫了这么久才说 我可太伤心了 没事 没事 我刚刚被口水呛到了 好了 我们也别在这里站着了 出去逛逛吧 那些都是学校里各式各样的社团 除了这些 学生们还组织了不少活动和演出呢 你也知道 玉英高中有些特殊 这也是展示学校实力的一种方法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终于想到了 没错 当年我也是在这所学校读书的 我想起来了 你不会是 是核印的那个 那个陆景和 哇天呐 厉害啊 真有你的 哦对了 这是我们开放日的特别礼物 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小礼品 还有印有我们学校logo的纪念款制服 两位拿好 本来还想邀请二位一起逛逛校园 不过 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祝你们今天约会愉快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不太记得了 不说我了 还是说说你吧 是啊 某人之前在电话里 好像说赵远只是个普通朋友 可我怎么觉得 他非常了解你呢 战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战友情意吗 没什么 你不想逛了吗 刚才不是还兴致勃勃的 你不想逛了吗 你不想逛了 我一心想着帮同学 都不愿意和我好好约会了 好啊 姐姐 你好好解释一下 你想说什么呀 快说吧 我一心想着帮我 你自己试试 好了 好了 不逗你了 我不想 我没有不想啊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我并没有不开心 我只是听到你说的那些 又想到自己和这所学校 所以没什么共鸣而已 因为我只在这里读了很短一段时间 十六岁就出国了 所以我的高中生活 我大部分是在国外读过的 因为我想去肥冷翠读大学 提前出国 可以早些适应国外的环境和氛围 学校确实有很多活动 可惜我没时间参加 虽然我在国内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 但国外的高中并不认可 我必须从头来过 所以啊 为了不比同龄人落后 我几乎动用了一切时间来学习 最后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便修完了所有学分 对了 在这里读书的时候 我参加过一个绘画的社团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当时时常待在那里 画到很晚也不愿意离开 可以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 每次都是老师拿着钥匙来锁门了 把我从教室里赶回家的 我记得那间教室就在这附近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 的牧场 我还以为 自己已经忘记了 当初在这里度过的时光 没想到再次回到这里 竟然会觉得十分怀念 我以前经常坐在这个位置上 话累了就靠在窗边休息 那不如你来亲身感受一下 我上学时的样子 是啊 我们当时的校服 和赵远送你的这套纪念款 有些相似 所以 马上 我就让你看到高中时的我 学姐 有几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你愿不愿意教教我 学姐 你觉得我好看吗 那学姐以前遇到过 比我还要好看的男孩子吗 最后一个问题 学姐在遇到我之前 有没有遇到 其他心动的男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我是在吃醋 我还在计较学姐 想扔下我 回去准备演讲稿的事呢 不过 如果学姐能答应我 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就不计较了 我想要学姐的一个吻 陆景和 张老师 好巧啊 竟然在这里遇到您 我来这边取点东西 这位是张老师 是我们社团的负责老师 张老师 这是我的女朋友 你好 你们今天是来参加校园开放日的吗 是啊 想来看看曾经最喜欢的地方 这间教室给我留下了 许多美好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吗 您可能不记得了 当时我总待在这里不走 要您劝好几遍才肯回家 我当然记得 其他学生总是话一会儿就烦了 根本坐不住 只有你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连太阳落山了都没发现 灯也没开 对了 你的不少作品 我都挂在学校的艺术展厅里了 想不想去看一眼 都是些习作而已 哪能称得上是作品 你也太谦虚了 你的那些习作 可比许多人的作品都要好 怎么样 小姑娘 想不想去看看 展厅里放的都是学生们的优秀作品 陆景和的话在这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是啊 这些都是我当年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怎么了 的确 这些画中的主角都不是我 应该说 这是我眼中的 或者是理想中的高中生活吧 谁 你把这张狼猎你 第二天 那么一千年 你每年后 你还没有 你不顺便 你啊 我当年 没有进到一个老师的职责 我不是一个好老师 您为什么这么说 当时您不是一直很照顾我吗 我还记得 您经常向我分享绘画的心得 教我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当时并非艺术班的学生 只是参加了兴趣社团 但您对我的用心 却一点都不输给那些艺术生 说实话 我真的很感激您 如果不是您 我对绘画的理解 还置入于模仿真实的事物 希望无限度地接近现实 如果只抱着这样的理解 也就不会有这几幅画了 那都是应该的 作为一个老师 关注的不应该只是学业上的事情 其实我当年就已经发现了 你在学校里过得并不开心 而我却选择做一个旁观者 没有帮助你走出困境 老师 您不必苛求自己 您已经在自己 隶所能及的范围内 做到最好了 后来 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还不错吧 换了一个国家 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我 也轻松了不少 所以啊 您不用对当年的事 是耿耿于怀的 您看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你现在还会画画吗 当然 我会一直画下去的 说起来 我们俩 也是音画结缘的呢 那就好 抱歉 让你们听我这个老家伙 啰嗦了半天 哪里的话 哪里的话 今天能见到您 我也是不虚此行了 那你们慢慢看吧 我先回去了 我只是听说 我真的感觉很慢 一点点 有写真 有的时候 我真希望你能别这么聪明 育婴中学是什么样的学校 你应该知道吧 所以 如果你和那些学生的身份一样 当你知道作为陆家二少爷的 我入了学 你会做什么 是啊 我的那些同学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像我们这种人 从出生开始 就与家族和集团捆绑在了一起 除了学习以外 和其他家族集团的继承人结交 也是重要的一刻 而且在我的印象中 相比起学习 大家花在社交上的心思 要更多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身边 总跟着一群热情过头的朋友 你 听说过和印记成人之争吗 那则报道虽然很快就被和印压了下去 但 无论什么时候 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哪怕这则报道是假的 包括我这些热情的同学们 还是有很多人信以为真 他们对我 他们对我比以前更加热情 恨不得把我捧上了天 我懒得和他们浪费时间 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但谁知道 谁知道 他们竟然打着我的名义欺负同学 这让我非常愤怒 所以干脆就与他们划清了界限 一个人独来独往 我把学习以外的精力 都放在了画画上 总是一个人在艺术教室里待着 也就是那个时候 我和张老师熟悉了起来 那则报道不仅扩散到了学校 也在合音内部传开了 那个时候 哥哥刚接手合音的业务 根基本来就不稳 有了这篇报道的推波助澜 他的处境变得更加简单 甚至连我爸 都受到了董事会的质问 大人们在台前为所欲为 孩子就在后方学习他们的风采 那些对陆家有敌意的人 常常在背地里贬低我哥哥 有些人甚至完全不避讳我 每天每天 我的耳边全都是这样的 乌言晦语 乌言晦语 这些谣言和议论就会终止了吧 所以我就在十六岁那年 离开了卫明市 一个人出国读书了 至于后面的事情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会继续不思认 我会继续不思认 你快乐 你没想到 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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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继续不思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复杂 刚刚你说我不开心 也没有说错 我既有点吃醋 又有些羡慕 你和赵远简单真挚的同学情谊 或多或少有一点吧 那个时候 唯一陪伴我的只有绘画 有时候我在想 我的作品之所以远超同龄人 或许只是因为我画得更多吧 所以 姐姐 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想要 姐姐的一个碗 心疼我 有多心疼呀 姐姐 你别走啊 姐姐 你别跑啊 刚刚不是你问我想要什么的吗 我说的话都是认真的 我可是天下第一好哄的男朋友 只需要你的一个 不声我起来 我本来是不觉得难过的 而且我一直认为 享受着陆家优渥待遇的我 也没资格抱怨什么 但是你刚刚抱着我 安慰我的时候 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就委屈了 我才意识到 并不是我不难过 而是那时 身边没有一个 可以让我任性的人 父亲和哥哥都在忙着 处理合影的事 我不想给他们增添烦恼 但是除了他们两个人 我周围便没有可以真心相待的人了 但是现在不同了 在你面前 我会吃醋 会任性 会变得不想隐藏自己的情感 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的我太不成熟了 我曾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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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到演出时间了 不如看完演出再回家啊 开放日的最后 各个社团都会准备一个小节目表演给大家看的 就在校门外的展台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还好 还是可以看到的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就看得见了 不要紧 我的力气大得很 别说这么一会了 抱一天都不会觉得累 我还好 我的力气大得很难 哇 这个老师好帅啊 怎么我们学校没有这么帅气的老师啊 哎 我的胳膊好像有点酸了 是啊 是啊 我费了半天力气 结果等来的却是你对别的男人的赞美 姐姐 这不公平 我费了半天力气 姐姐 你 我费了半天力气 我费了半天力气 以后想要哄我 我费了半天力气 晚上好啊姐姐 都这么晚了 你不会还在准备明天的讲座吧 哦 我没什么急事 就是想问问你 明天参加完讲座 有没有什么计划 既然没有 那不如完成我一个愿望 怎么样 今天我可是把自己的高中生活 一五一十都讲给你听了 明天是不是该轮到你了 没什么好说的 骗子 今天你明明一副很怀念的样子 肯定有很多有趣的回忆 说什么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比如你每天几点起床 几点上学 最讨厌什么课 最喜欢哪个老师 只要是与你有关 不管多么微小的事 我都想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想看看 你以前的毕业照 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想了解一下 你高中时代是什么样子 不好看 我不信 你穿校服的样子 一定很可爱 不过光看照片的话 好像还是不够直观 对了 你还留着高中的校服吗 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穿给我看看呀 不可以吗 姐姐 你就穿一次给我看看嘛 就当是满足一下 我的好奇心 好吗 你答应了 太好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不许反悔 时间也不早了 你快点休息吧 明天早上 我送你去浴淫高中 晚安